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缅甸的立场激起国际社会的更大不满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 缅甸政府的行为令人震惊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的一位发言人说 在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拖延 缅甸驻曼谷的大使馆由于当地假日而关闭 这又会推迟外国救援人员获取签证 据官方统计 纳尔吉斯热带风暴造成的死亡人数 是大约两万三千人 另有四万两千人目前仍失踪 缅甸军政府统治者号召全国公民参加星期六举行的公投 就军政府支持的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 而无视在上星期发生引起伤亡的热带风暴之后 国际社会发出的延期投票的呼吁 缅甸国营的新闻媒体刊登广告 告诉公民们应尽爱国之责 通过新宪法 缅甸军政府不顾纳尔吉斯热带风暴造成的紧急状态 誓言要举行全国性的宪法公投 缅甸国秘书长潭吉文呼吁军政府推迟公投 把物力资源更多的集中在救灾工作上 缅甸政府已经把重灾区的公投推迟到5月24号 中国突发的严重肠道病毒感染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在达到34人 同时有几千名儿童患病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 在东部的安徽省又有两名儿童死亡 大多数的死亡病案都在安徽省 今天早些时候当局说 南方的广东省一名八个月大的女婴 和临近广西省的一名18个月的男童 这个星期死亡 这次突发的病毒被认为是EV71型病毒 这种病毒造成手足口的严重病情 并导致高烧瘫痪 全身无力和病毒性脑膜炎 新华社说 今年发现了将近两万四千多个手足口病例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 从逊尼派武装人员手中 占领了黎巴嫩首都西部的地区 逊尼派忠实于受西方支持的黎巴嫩政府 在冲突中至少有11人死亡 与此同时 什叶派激进组织真主党的武装分子 星期五还迫使一家支持政府的电视台停播 并袭击了电视台旗下的一家报纸 这家电视台归黎巴嫩执政联盟领袖 萨阿德哈里里所有 一枚火箭还击中了哈里里 在贝鲁特西区住所外的围栏 不过没有人受伤 当局由于暴力还关闭了贝鲁特港口 沙特阿拉伯星期五 敦促阿拉伯国家外长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黎巴嫩星期三爆发的战斗 在伊拉克的美军官员说 伊拉克基地组织领导人没有被抓获 美军否认一位伊拉克内政部发言人所报的消息 他星期四在伊拉克国营电视台上说 阿布阿尤布马斯里在摩苏尔的一次突袭行动中被捕 阿布阿尤布马斯里也叫阿布哈姆扎 穆哈吉尔在2006年 伊拉克基地组织前领导人 约旦激进分子扎卡维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之后 马斯里接管伊拉克基地组织的指挥权 伊拉克部队去年曾经宣布 马斯里在战斗中被打死 但是伊拉克基地组织否认这个报道 并公布了这名埃及出生的激进分子的录音 俄罗斯军方今天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大规模阅兵式 在阅兵中展示了重型武器 这是自1991年前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首次展示重型武器通过红场 这次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式 是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纪念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罗斯总理普京说 在胜利日阅兵式上再度展示重型武器 显示出俄罗斯不断增长的防御能力 一天前普京刚刚把总统的权力 交给了他的继承人梅德·维杰夫 两位领导人主持今天的阅兵式 军方在阅兵式上展示了 俄罗斯坦克和核导弹发射器 以及飞机编队飞行 俄罗斯一直在试图现代化军事装备 以上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 收看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5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清 抵制加勒服攻击CNN 抗议外国媒体强力护卫奥运火炬 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波高过一波 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那么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为什么如此的激烈 根源何在 是改善还是破坏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观感 今天我们就请两位客人来就此进行讨论 他们一位是美国传统中国文化国际基金会董事 崇一农女士 另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网上杂志观察的主编 陈奎斗博士 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 陈博士请您先来说一下 您认为最近中国民众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表现的是不是太过火了 当然我觉得是比较过火了 当然这中间有很多原因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目前的这种表现呢 特别是最近在 我好像にzucio站住 所有前面者 问你 第二位是最好的 socially